尊敬的 我们 学离金钟学会 我们的郑居士 还有我们的郑太 义工 作为同修 作为护法 今天因为 大年初一 所以 我们的郑太 还有我们的郑宗 激情 能够跟义工 跟护法 借这个大年初一的姻缘 然后跟大家来讲讲话 在这个地方 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吉祥 能够 能够 符慧 增长 最主要的 就是要老实念佛 所以祝大家 新年快乐 祝大家 新年吉祥 新年如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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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 这个中国人 种传统 在过年当中 都穿着衣服比较特色的 什么特色呢 几乎都穿的是红色 我认为红色的能够带来吉祥 特别是我们福建人 我们的福建人 夜红夜望 夜望那夜好 所以穿的什么都是红色的 嘴唇也红 这个眉毛也红 什么都红 这个就是我们的华人 特别是我们福建人 有一种特殊的一些传统 所以今天 我们 我们陈泰其情 请我跟大家能够来 来讲几句话 好不好 很好 谢谢师傅 师傅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字幕也改成红色 这个 那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啊 我也 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特别是我们的 干部 或者我们的义工 如果这两年 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得一个圆满啊 或者做一些给大家启烦恼啊 请大家啊 大慈大悲 原谅啊 请大家不要计较 我们都是在学习 我们都是要为大众为自己能够修得更好 所以请你们大家不要跟我计愿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了 我知道你们很累 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讲一些佛法 希望大家能够受用啊 我今年啊 是第二年的 在学离过新年 过得最安静的 最清静的 甚至于 我这么多年过年呢 出家二十几年了 我十五年来 平常我睡觉 至少凌晨两点 昨天跟去年 十点半就睡着了 哈哈哈哈哈哈 吃两半就睡觉了 而且过得很安静啊 一个人吃团圆饭,自己煮一点吃水饺,过年嘛,要吃水饺嘛 所以自己煮,自己吃 原本我们的干部,我们郑泰本来有规划 规划这个,跟大家义工能够吃一个团圆饭 计划来一起过一个新年 但是啊,规划规规划,有千万的变化 千变万变,无常一道 干部上一通电话 干部上一通电话,写了一个电话,说师傅 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 疫情又开始严重啊 所以这个规划就没办法,就取消了 所以我这两年在雪梨呢,非常难得 过这个安静 清净的一种过年 所以啊,今天呢 有一位,有很多一些居士啊 打电话,说师傅啊,心灵快乐 在雪梨,过这个新年过得怎么样 气氛还好吗 师傅都两年都不回家 那边雪梨跟我们印尼的气氛是怎么样的呢 团圆饭吃得怎么样 过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都非常好 过年呢,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那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分别心 在分别而已 但是从世上来讲 从世上呢 印尼 过那个新年呢,比澳洲那个气氛呢 感觉有过年的感觉了 是有这种感觉了 你看我们师傅的道场三十晚上 三十晚上人好多 大家都来过 来跟师傅过年啊 来拜餐念佛 最重要的 回家之前啊 大家呢 会啊 收到什么 收到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呢 师傅会分红包 师傅会分红包 旁边呢,有一位彩神 他们这个干部啊 这个总干事呢 他会 会打扮一个彩神爷 在这个法师的旁边 分这个红包给大家 能够带去回去做一个纪念 所以三十晚上那天真的好多人 所以师傅每一天啊 那个道场啊 在三十晚上 都是两点 凌晨才关门的 师傅十二点多一点才上去 因为师傅住在三楼嘛 都去上去休息 所以三十 从初一到十五 天天那个道场太多人了 好多人啊 大家都来跟师傅拜年了 有些来拜餐啊,来参加念佛啊 来拜拜啊 或者一些 跟师傅拍拍照啊 跟大家跟师傅过过年啊 师傅会在这个初一分这个举止啊 一些给大家啊 让大家能够代表如意啊 这样 就是这样的习惯 每一年在这个十五呢 我师傅都会跟这个 干部啊 理事啊 义工 志工啊 或者这些弟子规的老师 家长啊 小孩啊 或者这些老人家老菩萨 都是在这个聚会啊 跟这些宗教啊 这些 其他的宗教来参与 来参与这个 一起过年啊 一起吃个饭 有时候每一年十五顶多只能容纳一千个人 因为道场不大嘛 不大只能容纳一千 所以不能超过一千个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是 义工啊 志工啊 干部啊 理事啊 都会起来啊 讲讲话 分享啊 学佛的过年 学佛的过程啊 念佛的过程 或者这一年有没有做一些 一些过时 希望今年的开始 能够为大家 任怨日劳 来为大家服务 来为大家 贡献 为大众 来做这些服务 就是这样的 每一年就是气氛 所以那个气氛 从事上讲 是这样的 从心上去讲呢 事不走到哪里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特别在这两年啊 特别有感受到啊 感受到什么 哎呦很清静 很轻松 不然的话 你看从初一到十五 每一天啊 一大早都有人来 还坐在那边 像好像土地公一样 坐在那边啊 等下这个人来 要出去啊 等下这个人来 这没办法离开的 他很累 这个就是一种气氛 所以今天呢 说实在的 我要感谢我们的 症状啊 还有感谢我们的 症胎 还有感谢我们的 老差啊 主位义工啊 还有这些 统修们 你看这段时间 给我机会 讲经 给大家 学习佛法 特别 这段时间啊 从下个星期开始 也为大家讲 地藏经 讲认识佛教 讲三十西念 讲佛说 阿弥陀经 希望啊 我今年呢 会多 做一些功课 做一些 来用功 来给大家 做一个 分享 因为 我们这一生 能够遇到佛法 说实在的 非常难得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得人生 遇到净土 那真的非常难得 说实在的 真的非常难得 所以 我们要把握当下 让这一生不白过 让这一生能够得到将来 将来什么呢 将来能够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能够亲见阿弥陀佛 我能够亲见诸佛 能够在西方 几个世界 这么美好的环境 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 在这个地方 跟诸佛 菩萨来学习 跟观世音大师之菩萨来学习 跟阿弥陀佛来学习 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去学习 这个就是我这一生 我决定要做的 这个就是值得 来祝贺了 祝贺最好的就是这一个 除了这一个 其他都是假的 真的 人生无常 所以过去释迦牟尼佛 曾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法 是无上的法 你能够不断的 去思维 生死无常 人生无常 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去觉悟 能够解脱 而超越六道轮回呢 这个就是无上的法呀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 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要来修福报的 你说对不对呢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来修福报 如果只是修福报 你可以不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生菩萨 可以念要师如来 因为这些名号的功德都不可思议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是要超越六道的 就是要了生死的 就是要离苦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你说对不对呢 你们的目标念佛是什么呢 一定要清楚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年能够用功 那值得我们的祝贺 所以呢 今天有 几位居士跟我请法 他说师父 我们今年 这个大年初一 我们中国人 每一逢新年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远复时 有没有 万象更新 一种 俗话常常有这种的 以趣 所讲什么呢 从前种种 必如做日事 从后 种种 必如 今日生 所以 这句子呢 也齐请 师父能不能 跟我们为民开始 今年能不能 有好的开始 我不求法财 我也不求升官 我只是求平安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身体健康 在这个人生啊 跟我能够家人能够过得幸福 在一切事能够顺顺利利的 能够消除业障 师父我该怎么做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希望 今年能够过得好运 能够过得如意 过得吉祥 所谓的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 都有这样的需求 你说对不对呢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要怎么样的开始呢 因为那个开始很重要 刚才讲一元复始啊 什么都要从一开始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一定要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你的喜气 放下你的臭毛病 因为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我家讲了一个字 臭毛病 就是不好的毛病 不善的毛病 就是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我们喜气太重了 我们一定要放下 你不放下不行啊 我们毛病多不多 多不多 敢举手吗 敢举手吗 今年大年初一 举手等于就是忏悔了 毛病很多啊 等于就是自己承认自己了嘛 对不对 哪个人不没有毛病的 不要说 年轻人 连八十岁老翁都有毛病很多 所以啊 我们印光大师说得好 因为我们第一个进来做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念佛能够得到力 所以印光大师过去呀 开示的很好 他叫我们怎么样了 静坐长世一国 避坛不论真非呀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之暮 从暮之朝 一定不断的 不断的是什么呢 自己不断的要反省 自己不断的要检讨 自己不断的要改进 最重要的就是要忏悔 忏悔等于是什么 都是要放下你的毛病 你的过失 你的弱点 所谓的日日改过日日开心 而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 而且一定要注意的 要注意什么呢 决定 我再强调一遍 决定不说别人的过失 师父再强调一遍 决定不说别人的过失 决定不可以把别人的过失 不善的行为 落在你的 你的阿拉耶稣里面 就是放在你的心上 为什么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会扰乱你的清净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英光大叔在这个地方 非常开示的非常的精彩 从朝至暮 从暮至暂 什么意思呢 都是24小时 这24小时做什么呢 一句阿弥陀佛不令间断 除念佛之外 不起别念 当你的妄念一起 妄念就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喜气 我们的毛病 比如说我们的自私自利 我们的贪欲 我们的称慧 无论在什么样的毛病当中 这一念一起 你当下要把它放下 你要教它消灭 用什么方法 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有没有做到 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起来了 当你喜气起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起来 当你毛病起来 阿弥陀佛就起来了 所以上个星期 礼拜天我给大家讲过了 你一定要把佛法在生活里面去培养 你一定要把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在融合而已 在生活里面能够慢慢的培养 因为佛法不离开世间法 很多祖师大的这些 像我们这个念佛网声传 净土圣玄录 他们成就都在哪里 都在生活里面去培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检讨 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去忏悔 我相信你这一年的开始 你为了的人生会过得很好 你的福报 你的福德 你会比任何一个人 会过得更好 过得更幸福 过得更美满 而且 过得更自在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好处 好处在哪里 你懂的是个事实真相 你再怎么做 你该怎么去修 该怎么去改 该怎么样去修 该怎么去行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一年一年 又怎么样开始 你的人生才能够睡睡平安 年年如意 特别 你能够老实念佛 而这一句名号将来 你能够带的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这一生真的不可思议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反省忏悔呢 这个虽然简单 我们没有讲到比较深度 但是我从简单来给大家说明 因为我们一定要从最简单做起 如果连这个简单你就做不起 你就做不到了 你没办法改过 你念佛不能得利益的 你念佛将来是没办法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的人生没办法是更完美的 你的人生是不可能的 你那个人是会活得很辛苦的 如点一个小小我们就做不到了 那其他都免谈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反省 我们要检讨 要改建 要掺蕾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师父 我好好的 我都好好的 像今天有一些人说 师父我要怎么样子追求 让我这个福报 让我这个福的过得更好 很多人每一年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去寻找这些的福报 种种都是从外面的世界去寻找的 你说你仔细的去看 每一年要过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到寺面 寺庙里面做什么 是拜佛啊 三宝啊 求观世音菩萨啊 诸佛菩萨加持啊 对不对 有时候会到寺面 寺庙里面 抢什么 抢头香 抢头香 在那边抢啊 排队 排队到三更半夜 那个十二点 在那边抢 谁抢得到那个头香 他今年会过得很好 生意形容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你看事实上有没有得到 你看很多人每天都是抢啊 求神拜佛啊 天天求 有没有得到 有但是不多 为什么不多 因为他求得不入法 你看很多人啊 从哪里求啊 天天去外面求 好像 像有一位居士 今天打电话说 师父 我两年没有得到师父的红包 那什么意思呢 你什么意思 不要太迷信 这个红包给你的 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做人要懂得知足 知足常乐嘛 代表什么呢 代表懂得 对人要懂得感恩 对人要懂得 关怀 爱护 特别是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 目标就是这个 不要把它当作迷信 哎呦 今天拿到师父的红包 我今年有一定发他财的 有这种的想念 有观念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都是有教义的 很多都是有教义 你看那个 我有曾经两次 这个老和尚 分红包 分红包 我有拿到两次 过年的时候 拿到两次 有拿到两次 老和尚的红包到现在 还在我的包包里面 从来不动的 我也不敢打开 看一看 多少 对不对 这个我常常放在我的那个包包里面 走到哪里都拿着这个两个红包 有人说师父 是不是 老和尚的福报大 不是 这个老和尚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出家人要以弘法立身 要以身作则 因为师主以立你 今生如大虚弥他 如大虚弥他 今生不了道 皮苗在脚 你要续否会名 你要认真修行 你才能够报答一切众生之恩 你才能够报答父母之恩 你才能够报答国家之恩 你才能够报答老师之恩 对你的恩德太大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一个 但是我在雪梨亚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希望有了 以后大家可以给大家借个缘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反省呢 我们为什么要反省 我好好的啊 师父我还需要吗 我还需要改变吗 还需要判为吗 还检讨吗 你是必须的 你必须 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只要你还有一天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你就避免不了你的过失 你只要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犯了一些糊涂的事情 感召将来自己的苦恼烦恼痛苦 所谓的人非圣犬 殊能无过 我们只要你还是一个反复 一天还是反复 不是圣人 不是佛福尚 你就会避免不了犯的一些果实 从你的身口一三叶 天天不断的都会犯了这样的果实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我要强调 过失是因 你要听好 过失是因 有因必有果 你的过失将来会受到果报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切万法皆空 唯有因果不空的 所以我常常讲 遇知前世因今生做的事 做的事 遇知来世过 今生做的事 都离不开因果的 那这样的过失 将来能不能 如果不改过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进度 我们能不能亲近阿弥陀佛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能不能得利益 是不可能的 你今年你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好的 有可能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你要好的 你要先中你的善意 你才会有善的果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反省 好好去努力 去修行 去行使 你一定要不断的反省 你看师父 三十晚上 睡觉之前 先送一部经 然后拜佛 祈求 阿弥陀佛 祈求护法隆天 祈求 像我 这个大愿地藏王菩萨 能够加持弟子 希望这一年的开始 我能够 这个 会修 修得更好 起码 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也不要 损失别人 或者让别人 起烦恼 起痛苦 要不断的反省 从我自己开始 不断 因为反复 你这样的反省 你这样的不断的 发大愿 在阿弥陀佛 发愿 我要发什么愿 祈求阿弥陀佛 加持 护法隆天的加持 因为我这一生 最主要的 就是想要解脱 我想要了生死 我将来 能够成就 会更利益 更多的人 将来到西方解脱世界 亲见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见了面 我马上回来 我跟阿弥陀佛 我要到死方诸佛国头 参学 我要到死方一切 这个一个 诸佛国头 一切众生 跟欧有缘的众生 跟他结善缘 去帮助他们 就是这样的 不断的 不断的去反省 因为这个人生太苦 人生是无常 每一分每一秒 无论你怎么追求 无论是怎么样的生活 他随时都会来临的 所以我要不断的 去检讨自己 不断的反省自己 这样你的人生 你的将来 你的前途 才能够一片的光明 你的人生才能够走一个解脱之路 你的人生才能够得到一种幸福 一种美满夸累的人生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告诉我们 要我们怎么样处在逆境恶缘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消我们的恶业 就是在顺境 善缘当中 为什么消我们的善业 因为我们常常在顺境当中 会起了贪念 起了愚痴的念头 所以在顺境当中 你能够保持 你那个心能够清静 你就不会化掉你的善业 当我们处境逆境恶缘当中 你要知道 这些事都是消除我们的恶业 为什么呢 因为在恶缘当中 在这个逆境当中 你不会起了一个称慧的心 而且你能够保持你的心清静 在任何境界当中 你都不忘记提升自己的境界 而这个境界都是提起自己的清静心 你这样的修行 你这样的修持 年年都是平安的 岁岁都是平安的 年年都是如意的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希望 希望能够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那要如何从因来修 你才会有果报 所以我们所讲的 祝恶莫祝 众善奉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真的 因为今天正太太激情 趁这个机会 很可惜 没有看到大家 穿红色的衣服 没有过年的气氛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在 无论在什么样的经验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善言也好 恶言也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你一定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一念之间不要变迷了 你要转这个境界 那你的人生真的 天天都是平安 天天都是如意的 而这个功德 真的不可思议了 那就恭喜大家了 你看诸佛福哨 为什么年年顺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年年平安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这个事实真相 已经因缘 一言果报 清楚都知道了 所以他该怎么做 他知道 我们要学诸佛菩萨 是不会做错的 所以这个就是 给大家分享 从今天开始 我要反省 我要检讨 我要检点 从我的身口一三月 我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不讲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不看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不听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也不要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我的心上 我决定也不要把别人的习气 毛病烦恼种种的 都在放在我的生活上 这个就是一致的做法 保持你的清净心 这样修行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最好的念佛 这个就是真实的念佛 如果除了这意外 那你念佛都是假的 你要大家知道 除此之外 你所念的阿弥陀佛都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你有看到阿弥陀佛在那边 把别人的过失放在心上吗 没有啊 你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肯定看了人家的过失吗 听了人家的是非吗 发脾气吗 或者计较啊 针对 你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在这样吗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又像阿弥陀佛一样 大慈大悲 发大时间 跟阿弥陀佛一样 用你的以身坐着来 来帮助一切众生 你要这样学啊 除了之外 你念的阿弥陀佛那都是假的 那只是跟阿弥陀佛修点落尽福报而已 你有福报有 但是你这个福报不是在三三道 都是在三二道讲说的 这样讲啊 听懂吗 因为本来是讲一下子啦 十五分钟啊 但是你看一讲就忘了 因为有时候跟大家 这个学习佛法呢 我真的很乏喜 我真的很乏喜 你看师父 跟你们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五 礼拜天 还有西澳的 还有新加坡的 还有印尼的 你看师父 一个星期下来 你看那个时间 根本就不够用 真的不够用 你看自己又煮菜 自己又煮饭 还要洗碗 还要什么都要自己干 还要烫衣服 还要打扫 还要脱靶 那等一下又把这个床 要去整理 你看 还要受八关在一起 还要受很轻 你说你不一大早起来行吗 你很晚你不晚睡觉行吗 所以时间都划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很了解 很了解什么 每一次在厨房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些家庭主妇 很纳闹 好烦 天天煮菜洗菜 煮菜洗菜 搞到好烦 吃好了 今天早上要吃什么 明天要煮什么 后天要煮什么 等一下买什么菜 等一下煮什么 天天搞这样的 真的烦 到西方节的世界多好 真的多好 诗意得意 诗食得食 只要动一个念头 想要吃什么 全部 千道万菜 全部都在你的眼前 你不想吃 动一个念头 不见了 也不用洗碗 什么都没有 也不用洗衣服 要烫衣服 不要选哪一条衣服 也选哪一件 航山 选哪一件 海青 真的很烦 这个就是我们说 我世界跟几德世界的区别 所以 第二个最后 就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所以我刚才讲的 你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必须要从你自己本身开始 了凡事须 你看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例子 孔先生 给他算命 你的寿命只能五十三岁 而且这一生 你没有福报得子 而且你这一生当中 你没办法 做大官 只能做县长 但是经过 远古禅士的教诲 远古禅士的教导 命运能够改变的 将他怎么改变 断耳修善 所以他积极的积功累得 不断的行善 不断的去断耳 最后你看 求子得子 求法 求官得官 求福贵得福贵 求长说得长说 最后七十四岁 你看从五十三岁 延后到七十四岁 他老人将在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阿瑟瑟王 他也是 他本来是五千地狱的份 你看经过忏悔 改过反省 而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不断的改善 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忏悔 而且用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后来脱离五千地狱果报 往上西方籍的世界 而且品位很高 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念佛方能消数月 其成自可转凡心 念佛真的能够消我们的业障吗 那怎么消我们的业障呢 关键下面的这一句 你要听好了 这个就是最近体悟到这个道理的 印光大师不是讲吗 念佛方能消数月 其成自可转凡心 那关键怎么样 你要发菩提心 你菩提心没办法开闲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是没办法转凡的 你那个心永远就是这样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那怎么样为一切众生着想呢 你要去断恶啊 你要去修审 所以告诉我们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念念应该要放下一切的杂念忘念 你这样一心一意的念佛 就能够消除你五量节以来 你这个生死的罪业 最后你就能够无有障碍 念佛发愿求生西方节的世界 你就能够得到西方节的世界的加持 你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你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 所以念佛啊 是一个善中之善啊 那善中之善的关键就是你要发菩提心啊 你的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呢 圣心没办法 所以叫我们要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在尽孝大王 所以地藏菩萨本元经讲得好 孝敬你没有开显 菩提心你是没办法发出来的 所以菩提心很重要的 无论你怎么修 菩提心你没办法建立的 见佛从来无从建立的 念佛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是从来无从建立的 你是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后祝大家 这个短短的给大家借个圆 短短的给大家 把这个佛法第一个 从今天开始 大年初一 我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第二 我又怎么样念佛得利 你要发菩提心 做得到吗 好 我能够做得到慢慢来 点点滴滴 把它累积 我相信大家能够有能够成就的 希望大家 在这个姻缘大年初一 师父再一次祝贺你们 心灵快乐 吉祥如意 祝大家福慧增长 最重要的 什么呢 老实念佛 最后啊 我们将来能够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下一次如果有姻缘 再跟大家继续来学习 今天啊 简单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吉祥 祝大家如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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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